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正义父子强强联合 仅凭两人就敢与整个恶势力硬刚的 犯罪动作片《胡挡龙威武》择日再战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江炼阳 故事要从两位俄国的商业大咖说起 在那个法律管制相对稀松的年代 尤里和维克多依靠非法贩卖核原料 发家致富赚得盆满钵满 而核原料的来源正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 后来因为两人太贪心 导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泄漏 对当地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 两人也因此分道扬镳反目成仇 后来维克多在政界的发展如鱼得水 成了国防部候选人 可尤里却成了卑国侠 朗当入狱 但只有尤里知道 维克多手上沾满了污点 甚至还私藏了维克多的污点证据 而维克多当然不能任其抓住自己的把柄 于是直接动用政治手段 要对尤里进行公开受审 明天就是尤里开庭的日子 维克多威胁他 交出关于自己的所有污点证据 否则明天就判你重罪 把牢底做穿 但尤里丝毫不慌 在监狱里的日子已经让他良心发现 他表示 会坦然面对自己应该受到的刑罚 同时还要在法庭上 将维克多的罪行公之与众 维克多一听当时就不乐意了 说要让尤里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不过维克多这番话很快就传到了中情局 中情局立马展开了一次证人保护行动 命令潜伏在莫斯科多年的捷克特工 想尽一切办法进入监狱保护尤里 捷克行动迅速 当天晚上他走进一家成人俱乐部 直接枪杀了一名支持维克多的政界大佬 然后捷克就顺顺利利的进入了监狱 面对检察官的审问 捷克直接说 他知道尤里曾匿的污点证据在哪 但上交的前提是 让他跟尤里一起上法庭 不过捷克其实是在撒谎 但这名检察官是维克多的走狗 他听闻此言 当即答应了捷克的条件 与此同时 捷克入狱的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老警察约翰这里 搭档告诉他 明天就是捷克的受审之日 情况非常糟糕 能判个无期就算走运了 约翰一听 顿时面色凝重 原来捷克是他的亲生儿子 父子俩失散多年 在此之前 约翰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他 好不容易有了儿子的消息 没想到却是这般噩耗 他喵的 这小子怎么就知道惹祸 但毕竟血浓于水 约翰决定去见儿子最后一面 便火速赶向机场 向莫斯科飞去 当他来到法院门口时 刚好看到了捷克被押进法庭 顿时有些心情复杂 庭审很快便开始了 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一伙杀手组织正在悄悄靠近这里 三辆安装了炸弹的宝马车 完美骗过了金属探测仪 并驶入了法院的周边围廊 一辆装甲车则躲在暗处 楼顶还有狙击手随机待命 显然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 装甲车中 杀手组织的领头人按下了引爆器 三辆宝马瞬间爆炸 直接把法院炸出了一个大窟窿 法庭内的人吓得四散而逃 现场瞬间变得一片狼藉 强大的冲击波 把外面的约翰都震倒在地 紧接着 数名杀手跳出装甲车 准备闯进法庭火桌游礼 不过 中情局早就聊到开庭时 会有意外发生 提前准备好了跑路计划 捷克按照计划 立马带着游礼逃离法院 然后坐上早就准备好的奔驰香火 开始跑路 当杀手们攻进法庭时 才发现他们扑了个空 然而 这时杰克的车却被约翰拦下了 不知情的约翰 以为这兽小子又要干坏事 呵斥着让杰克下车 说清事情缘由 可时间紧迫 杰克哪有时间解释 一着急直接掏出了手枪 约翰尖装只好放儿子离开 可没想到 这么一耽搁 杀手立马就发现了他们 当即开上装甲车 开始追击 约翰一看儿子有危险 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抢走一辆卡车 也追了上去 好家伙 不愧是父子俩 随便一抢都是奔驰 杰克深知 这辆香火肯定没有装甲车快 于是就把车子 开进了狭窄的小巷中 疯狂飘移 装甲车因为转向不灵活 直接撞上了前方的车流 暂时甩开装甲车的杰克 赶紧呼叫总部 结果总部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因为杰克没有按照既定时间 到达撤离地点 迟到了整整六分钟 接应人员已经走了 现在只能执行B计划 带游离去更远处的安全屋 可他们这辆香火根本开不快 杰克气得狂砸方向盘 他喵的 早知道就抢一辆50红光了 很快 中甲车便再次追了上来 情况十分紧急 就在这时 开着卡车的约翰终于赶到 他加大油门 直接撞上去帮了杰克一把 诠释了什么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他这只黄雀也非常给力 一有机会就蒙菜油门全力撞击装甲车 杰克则顾忌重施 再次把车开进了小巷中 可后面的装甲车实在是太猛了 车速快也不说 而且势不可挡 走过之处一片狼藉 不过 在约翰的干扰下 装甲车与杰克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杀手组织领头人终于失去耐心 命令手下安排一发火箭弹 约翰尖壮赶紧猛打方向 虽然躲过了火箭弹 但卡车却失控发声侧翻 彻底爆飞 从车里爬出来后 约翰并无大碍 跑到公路上拦了一辆奔驰大机 一拳击晕车主 抢走大机继续追击 而装甲车直接撞破护栏军到桥下 来到了杰克正后方 脆弱的香货被装甲车一撞立马失控 然后又被顶在车前完全不能控制 杰克急的露出了国界手势 同时约翰为了节省时间 也撞破护栏军冲到桥下 没时间顾及下方拥挤的车流 油门轰到底 直接从上面碾压了过去 就在杀手组织领头人洋洋得意的时候 追上了的约翰直接开撞 虽然他们开的是装甲车 但大机也不是闹着玩的 在约翰的不断撞击下 杰克很快脱险 父子俩隔着车窗对视一眼 确认儿子安全之后 约翰视死如归般的冲上前去 用大计的爆发力与装甲车硬钢 最终连辆车全部撞在护栏上翻了车 约翰艰难的从车内爬出来 又是大战不死 而杀手组织依靠装甲车坚硬的外壳也活了下来 但装甲车肯定是不能开了 领头人一来气 开始对约翰疯狂吐脱 警察来了也照样不惯着 杰克不忍心把父亲丢在大街上 立马掉头回去接走了约翰 没有了杀手的追击 三人顺利抵达安全屋并见到了街头人 而这个安全屋其实就是杰克平时工作的地方 约翰看着屋内的陈设 这才意识到原来儿子是一名特工 不禁感到了些许自豪 虽然跟年轻时的自己比还是差了点 但总归是继承了自己正义善良的优点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 找到尤里藏起来的污点证据 并护送尤里逃出俄国完成任务 尤里说证据被他锁进了保险箱里 而保险箱的位置就在普里皮亚纪 也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地 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座鬼城 不过打开保险箱的钥匙 就藏在附近的一家乌克兰酒店 同时尤里也提出条件 要求众人护送他女儿一起逃离 不然他们一走 女儿就会深陷危险 众人也没多想便答应了 随后尤里赶紧拨通女儿电话 让女儿去乌克兰酒店与他们会合 谁料刚挂断电话 杀手组织便追了过来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街头人直接领了盒饭 尤里胳膊中了一枪险些送命 约翰随手抄起身旁的机枪 对着门口疯狂吐吐 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火力之迅猛 杀手们被挡在门口根本进不来 待儿子和尤里安全之后 约翰才放心的离开 随后跟随儿子从楼顶撤离了安全屋 并躲到了暗处暂时安全 杰克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原来此次任务 中情局已经精心策划了三年 若不是约翰突然来搅局 耽误了时间 杰克就不会错过撤离时间 落得现在这副狼狈模样了 可示意之词多说无意 现在最重要的是去乌克兰酒店 拿到钥匙完成任务 约翰十分理解儿子的心情 啥也没说默默跟了上去 三人很快便来到了乌克兰酒店的后门 事实上乌克兰酒店原本是尤里的财产 但经过五年的牢狱之灾后 他也不知道现在里面是什么情况 只记得钥匙藏在楼顶 酒店内戒备森严 怎么进去成了一大难题 不过约翰在这方面可是个老油条了 正当杰克和尤里商讨计划时 约翰竟然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 直接买通了一名员工 轻松拿到门禁卡 顺利带着两人坐上电梯前往顶楼 尤里的女儿艾莲娜已经在楼顶等候多时 父女俩见面后激动的扑向了对方 然而这如此感人的画面 约翰却看出了不对劲 艾莲娜怎么可能会比他们先到达酒店 立马上前提出了质问 艾莲娜解释说 她走的是花园环路 约翰一听就知道艾莲娜在说谎 因为她今天刚好去过花园环路 那里堵得水泄不通 同时外面停靠的武装直升机 也让杰克察觉到了异常 而尤里凭借着记忆 已经成功找到了藏在这里的钥匙 可下一秒杀手组织竟然又出现了 艾莲娜也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她和杀手组织是一伙的 趁约翰两人不注意 她竟然挟持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约翰两人见状 只能放下武器任人宰割 随后 尤里便被压上了直升机 处于被动的约翰父子俩 原本是必死局 可杀手组织领头人偏偏不杀他们 而是要慢慢的折磨他们 一姐装甲车报废之仇 结果她还是轻敌了 约翰瞄了儿子一眼 儿子立马心领神会 下一秒父子俩同时起身 打了杀手组织一个措手不及 领头人一看情况不妙 立马丢下手下门溜上天台 乘直升机逃跑 最终 约翰父子默契配合成功杀翻全场 可此时武装直升机已经起飞 尤里就这样被劫走了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更糟糕的是 在领头人的指挥下 武装直升机不一会儿又飞了回来 上面的机炮开始对父子俩疯狂扫射 父子俩逃无可逃 被逼的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 非常幸运的掉在了脚手架上 随后又通过施工管道滑向了地面 这才显至幼险的逃过了一劫 随后 杀手组织领头人给维克多打电话复命 原来就是维克多雇佣的杀手组织 维克多在电话中下令 拿到五点证据以后 就将有里妇女在内的知情人全部暗杀 再看看此时的维克多 身后跟随着无数政界官员 哪像是国防部长候选人 分明就是黑帮老大 如果让他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所有武器 后果可想而知 约翰父子这边 杰克彻底没招了 想要放弃任务 约翰鼓励他 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 只要我们父子齐心 再大的困难也不叫困难 这番话让杰克重拾信心 决定与约翰联手再拼一把 目前已知 杀手组织肯定会去普里皮亚基 拿取五点证据 于是 父子俩稍作修整后 立即开始了行动 首先 他们需要搞一辆车和足够的武器 而杰克在莫斯科潜伏的这几年 也没败混 带着约翰来到了一个停车场 这里每一辆车的后备箱 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甚至还能在里面找到尸体 父子俩连翘了三辆车 最终选了一辆后备箱 放满了枪的汽车 向着普里皮亚基全速进发 此时 杀手组织已经来到了普里皮亚基 虽然这里的核辐射污染 已经几乎全部消散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还是穿上了防辐射服 一阵搜索之后 成功找到了保险箱 领头人不耐烦地催促油理 赶紧将其打开 有理无奈只好照做 另一边 约翰父子终于赶到了此地 发现一栋建筑内有重兵把守后 确认保险箱就在里面 于是立马打开后备箱 开始全副武装 约翰深指 今日一战必定是九死一生 也不再端着长辈的架子 主动向杰克道歉 确实是他的搅局 才让事态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但他作为父亲能有什么恶意呢 无非就是想看看多年未见的儿子 不过话说回来 能和儿子一起并肩战斗 还挺刺激的 杰克听闻内心的尖兵也开始融化 正所谓父子没有隔夜愁 两人互相鼓励了一阵后 开始了行动 随着油理转动钥匙 保险箱被成功打开 众人进入保险箱内部后 拿起探测器一看 辐射值已经爆表 但他们丝毫不慌 事实上 这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内 埃莲娜一声令下 一众武装人员赶了过来 迅速开始中和核辐射 仔细清理每个角落 辐射值很快便降了下来 埃莲娜大胆地脱掉防辐射服 显得非常兴奋 杀手组织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污点证据 反倒是存放着 价值10亿欧元的核原料 浓错钥 就在领头人一脸懵逼的时候 尤里抓准时机 一枪就把他爆头了 原来 这一切都是尤里父女俩的阴谋 哪有什么污点证据 尤里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布局 为的就是来到这里 通过贩卖这些存放的浓缩柚 重回巅峰 一切都是为了钱 阴谋快要得逞的父女俩 互相拥抱后 立马安排好一架直升机 并吩咐手下 开始运输浓缩柚 五分钟后 直升机就能起飞 这期间 尤里拿起领头人的手机 给维克多打了一通电话 维克多一听 电话那头是尤里的声音 当时就慌了 同时 埃莲娜早就安插在维克多身边的杀手 也开始了行动 一个锁后就把维克多活活掐死了 尤里则十分享受的挂断了电话 然而 外面的约翰父子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拿个污点证据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阵仗 父子俩抱着疑问潜入了内部 刚好撞上了落单的尤里 鸡贼的尤里还想要装好人 但他的伪装很快就被父子俩识破 眼看自己不是两个壮汉的对手 尤里偷偷打开了对讲机 女儿埃莲娜立马获知了这边的情况 率领手下回来营救父亲 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 尤里趁乱逃了出来 拼命跑向楼顶天台 埃莲娜见父亲安全并没有恋战 让手下继续交火拖延时间 自己则折返回直升机 准备去天台接应尤里 然而区区一个手下 怎么可能拖得住约翰父子 约翰利用手推车 将一颗拉了保险的手雷送了出去 手下就这样被炸死了 随后约翰父子分头行动 杰克去楼顶追击尤里 约翰则在直升机起飞的前一刻 成功爬了上去 但直升机的驾驶室属于密闭机舱 约翰掏出手枪射击 却还是打不开舱门 而杰克冲上天台后 被狡猾的尤里射中一枪 情况岌岌可危 同时艾莲娜也将直升机的机炮 对准了杰克 要将杰克轰成碎渣 但直升机上的约翰也没闲着 眼看儿子有危险 他抱着必死的心态 坐上了直升机上运载的卡车 一脚地板油就冲了出去 在反作用力的影响下 直升机瞬间失控 杰克脱险后 站起身一鼓作气直接扑到尤里 然后毫不犹豫的将它扔了下去 下坠的尤里 刚好撞上了失控直升机的螺旋桨 落得个死无全失 机尾处的约翰则抓准时机松开手 依靠惯性撞水玻璃飞进了楼内 这波操作儿子看了都有点慌 约翰又是大难不死 随后卡车脱离了机尾 艾莲娜也夺回了直升机的控制权 他无法接受父亲的死亡 想要为父亲报仇 可机炮里一发弹药都没有了 下一秒他竟然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 控制直升机直接向约翰父子撞了过来 要与他们同归于尽 然而父子俩反应迅速 纵身一跃惊险地躲了过去 掉进了楼下的水池中 反倒是艾莲娜自掘坟墓 直升机坠毁发生爆炸 最终也是死无全失 危机终于解除 随着清晨的太阳升起 世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父子俩就这样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多年不见的两人 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了 《火弹龙威5》则日在战 善用于2013年 由布鲁斯·威利斯和杰·科特尼等主演 是目前为止《火弹龙威》系列的最后一波 除了刺激无比的爆炸场面 该电影拍摄过程中 共损毁了132台车 另有518台车需要进行大幅维修 而且这些车基本上全是高档豪华车 大概价值超过1100万美元 据说奔驰官方为了打广告 选择无偿提供车子 而这些车型最终无一幸免遇难 岁月到底无情 动作场面虽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颇感震撼 可布鲁斯·威利斯的衰老还是显而易见 不仅是外形上的变化 其速度和体能也明显不及当年 不过与杰·科特尼一起组成老少搭档的设定 也为本片增添了不少新鲜感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网地解说的请传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